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重阳节 九树在一经中为阳树,九九两阳相重,故约重阳 因日与月皆焚酒,故又称为重九 九九归征,一元兆时 古人认为九九重阳是吉祥的日子 古代在民间,重阳节有登高祈福,求有赏菊 拜神祭祖,以及饮宴祈寿等习俗 传承至今又添加了敬老的内涵 于重阳之日享宴高会,感激敬老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一块 在重阳节的时候特别适合吃的重阳糕吧 那重阳糕的制作也非常简单 它唯一的难点就在于 它需要梗米粉 那梗米粉在市场里是不太容易买得到的 需要拿自己家里到革米去特定的地方碾磨成粉 其他的呢就是在超市可以买到的材料了 那在这样一个节日,亲手做一块重阳糕 孝敬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不失为一件美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